山林慈禧大园区动工以来 许多乡亲陆续加入移工代振的行列 不只维持生活 而且也亲自参与打造自己未来的家园 他们也在慈禧人的带动下 学会了三步与三好 现在乡亲们改掉了抽烟喝酒嚼槟榔 更进一步的学习说好话 做好事与心想好意 让身体心理都有满满的收获 说到三步桃园乡的潘伟明最清楚 十多岁开始抽烟喝酒吃槟榔 他是样样来 但一到了山林大海园区 竟然通通都戒掉 来这边开始一个多月就 烟就比较少抽了 看到这边大云区啊 那个师兄师姐都一直推崇我们三步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戒掉就好 几个月时间改掉了几十年的坏习气 身体心理都受益 也让来自纳玛下乡的明世辉 深深感受 那个槟榔跟酒都没有吃了 可以省很多钱 现在不抽烟不嚼槟榔的 那个身体比较舒服 借掉抽烟喝酒嚼槟榔 对原住民族来说 这项原以为不可能的任务 但现在以公代正的原住民族几乎都做到了 而学会的三步还要学习口说好话 心想好意 身行好事 这三好 所谓人文的部分不是我们一个人讲 是所有的慈激人一起来 就是鼓励他们 那其实他们是可以教的 而且他们愿意来学习 尤其是住到大爱村以后 改变生活态度 学会感恩与付出 这三步语相好 是慈激人文 更是送给受灾乡亲最好的传家报 来信我环永林陈立伟高雄报道